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电影魔后故事 我是魔后君 谈及好莱坞现在最炙手可热的华裔导演一定绕不开王子义 也告诉他以黑马姿态杀入颁奖机之后 关于王子义的讨论就没有少过 与马丁斯克赛斯对谈和尼可吉丹曼合作新剧 综艺将他列入十位值得关注的导演榜单 探称是华裔电影人的骄傲 而闯荡好莱坞一直是华人导演们的梦想之一 今天咱们就来盘点一下曾经在好莱坞拍过电影的华人导演们 来看看他们的成绩如何 吴宇森 英雄本色 跌血双雄 纵横四海的成功 令好莱坞注意到了吴宇森的存在 在拍完《辣手神探》之后 来自美国的制片方找上了他 吴宇森决定赴美拍片 1993年他被环球影业委任做电影终极标靶的导演 开启了他在好莱坞的导演生涯 然而到了好莱坞 吴宇森才发现在好莱坞的规矩 比起过去在香港实在是限制又多又杂 吴宇森回忆出到好莱坞的情境时说 一开始就发现制度上完全是两回事 在香港拍戏非常简单 导演可以控制一切 而在好莱坞一部电影里参与异见的人很多 甚至连明星都可以控制剧本 之后的断剑也不算成功 直到他拍了变脸 这次拍《拉蒙》影业答应赋予他可拥有更大的自主权 让吴宇森去处理他的电影得以做自己 后来这部电影终让吴宇森扬眉吐气 影片在美国上映后 获得7月份美国电影票房冠军 并被美国时代周刊 评选为年度十大家片之一 时候的三部作品是《谍中谍2》 《风雨者》和《记忆裂痕》 除了《谍中谍2》票房可观 另外两部片则被当时的观众和媒体批得体无万夫 2006年 吴宇森结束在美国好莱坞发展 回归华语影坛 并担任动作片《天堂口》的监制 徐克 据施南生说 80年代之后 美国那边就有很多制作人来找徐克拍片 其中就包括了《尚格云顿》 他每年有两三次经过香港 总要有一个晚上空出来 专门为跟徐克吃顿饭 到了1996年 《尚格云顿》找了投资 把从剧本到制作班底的全套都弄好了 徐克于是就去了好莱坞 帮他拍了《反击王》和《迎头痛击》两部电影 徐克并没有成功地把徐克风格和好莱坞制片模式 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两部影片均以失败高中 好莱坞成了他事业上的滑铁卢 加之徐克那是住在香港 也不是特别喜欢住在美国 所以拍完了两部电影也就回来了 1997年 徐克回到香港后 导演了《顺流逆流》 《鼠山传》的影片 票房表现也不如从前 《鼠山传》被认作是过分以中电脑特技 轻视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的典型 不过自《起见》之后 徐克的风格就越来越鲜明 也越来越受到观众的认可了 陈克星 1996年《甜蜜蜜》上映并大获好评 获得了第1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影片奖 和第34届台湾电影金马奖 最佳剧情片奖 陈克星凭借该片 获得了第1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导演奖 紧接着1998年 陈克星为斯皮尔伯格的梦工厂 指导了爱情电影《情书》 该片是其指导的首部好莱坞电影 本片上映后成绩频频 除影片本身问题外 上映时机也是部分原因 《情书》上映的同一周 《星际前传》全面上映 好莱坞试水归来之后 陈克星继续在香港拍片 并大取进军内地市场 也成为了香港导演 北上之后最成功的一位 陈凯歌 陈凯歌是内地第一个 去好莱坞拍片的导演 2002年 陈凯歌受米高梅公司的邀请 去指导新片《致命温柔》 这部电影上映之后 口碑和票房均受重创 有影评价认为 陈凯歌作为中国导演 首次驾驭西方故事题材 对故事的文化背景 和人物的心理特征 缺乏深刻的了解 在内容表现上流于一般化 同时这部影片 还充斥着很多 露骨的色情描写 而拍摄这些场面 显然非陈凯歌所长 在手法上 有模仿西方情色电影的痕迹 而又为了展示出 其精彩独特之处 令人觉得话虎不成反雷犬 试水失败之后 陈凯歌回到国内 仇备拍摄了无极 这部电影到底是精试烂片 还是水准之上 至今都还有争议 张艺谋 有国事之称的张艺谋 一直有利在好莱坞之外 直到2016年拍长城 才与职建立关系 长城投资1.5亿美元 由传奇影业 环球影业 乐视影业 中国电影联合投资制作 该片被视为 中国电影与好莱坞合作 采用好莱坞大片模式的一次尝试 但遗憾的是 口碑和票房都证明了 这次尝试的失败 电影全球获得3.34亿美元票房 对比1.5亿美元的生产预算 被视为票房失利 它让传奇亏损7500万美元 恢弘大气 但空洞无趣的内容 也令长城成为了 张艺谋职业生涯口碑 最低的一部作品 张艺谋的好莱坞之旅 虽然败得没有那么难堪 却足以给观众 留下一段深刻的印象 唐继理 1996年唐继理导演 成龙主演的《警察故事4》 之简单任务 上映后刷新东南亚多国票房记录 为当年华语片 全球年度票房冠军 并打破红番区创下的 香港历史票房记录 成为20世纪香港票房之最 唐继理也因此获 第33届台湾电影金马奖 最佳动作指导 第1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动作指导 同年他就受邀 去好莱坞发展了 拍了一部叫做 拖现先生的喜剧片 票房赔了 IMDB评分也只有4分 不过当时在家庭录影带 市场上成绩不错 杜金归来之后的唐继理 开始跟央视合作拍电视剧 男才女猫 就是由他监制出品的作品 林领东 侠道高飞之后 1996年 林领东赴媒指导了 由尚哥云顿 主演的黑帮惊悚动作片 印创百分百危险 这么看来 90年代中期 从香港赴媒的导演 似乎都要先跟尚哥云顿 合作才行 印创百分百危险 被媒体批评为 演技被拙劣的剧本所困扰 即使是资深的 香港动作片导演林领东 也无法挽救 被拍摄了高度戒备 该片获得第17届 香港电影金像奖 五项提名 林领东 获最佳导演提名 余人泰 1995年 指导了由张国荣 吴倩怜 黄雷等 共同主演的 惊悚爱情电影 《夜半歌声》之后 余人泰受美国环球公司的邀请 前往美国拍摄了 奇幻动作电影《五行战士》 票房虽称不上是成功之作 但总算是为他 打开了好莱坞之门 往后的几年 余人泰又拍摄了好几部电影 如鬼娃新娘 51号公事 及弗莱迪大战杰森 在90年代的好莱坞 有鬼王之称 总结闯到好莱坞的日子 余人泰说了三个字 血 汗 泪 弗莱迪大战杰森之后 他有四年没再拍片了 2005年 在江志强邀请下 余人泰返回中国 拍摄了动作电影《霍原甲》 该片获得了第26届 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影片提名 《蓝莓之夜》 是根据王家卫 早年在香港拍摄过的 一个短片改编而成的 是王家卫指导的 首部英语电影 也是第60届 嘎那电影节的 开幕影片 《蓝莓之夜》 算是王家卫 准备最快的影片之一 预计从筹划到拍摄完成 仅仅需要三个多月的时间 该片制片方 对王家卫拍戏时间长 无剧本的两大特点 也早有耳闻 但该片投资不算巨额 浪费不起胶片 而且各大主演的时间 也耽误不起 对方要求王家卫 必须速战速决 这部电影的成本 有1400万美元 但北美票房 仅有80万美元 且在奖项方面的表现 也不如人意 王家卫在《蓝莓之夜》之后 又准备了五年 才拍出了包揽 《华语电影》 各大奖项的一代宗师 可见王导的好莱坞 试水也不能算得上成功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 就点击关注订阅 素质三连来一波 关注微信公众号 还可以看我第一时间 为你平行片 平经典 我们下期见 See you